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2022年最新上映的 由著名恐怖大师史迪芬进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 哈里根先生的电话 故事发生于2003年,男孩名为克雷格 他的母亲在几年前去世 因此父子两人深受打击,一直在这个小镇上相依为命 每个周末,爸爸都会带着他前往教堂参加礼拜 今天,听众席内有一位刚刚从大城市搬来的小镇富豪 他的名字名叫哈里根 看着小克雷格一丝不苟阅读圣经的样子 哈里根富豪满眼都是对他的喜欢 礼拜散场后,哈里根富豪立刻找到克雷格家 原来因为自己上了年纪势力衰退 他急需名为自己朗读书本的书筒 因此打算雇用小克雷格来为自己念书 尽管不知道哈里根为什么会选中自己 但是面对失行5美元的报酬 小克雷格还是答应了下来 并暗示来到了哈里根先生的别墅 他的别墅是城堡一般,但是里面却冷冷清清 无不显示着哈里根先生的估计 此时,哈里根先生已经在书房 恭候小克雷格多时 两人开启了愉快的阅读之旅 时间一天天过去 小克雷格与哈里根的阅读旅程很和谐 在这个过程中 哈里根先生仿佛获得了生活的动力 小克雷格也与哈里根成为了忘年交 两人无话不谈 但哈里根告诫小克雷格 别墅的一间屋子里藏着可怕的秘密 因此禁止他进入 这引得小克雷格止不住好奇哈里根先生的身世 在一番调查后 小克雷格得知 哈里根先生无儿无女与家人疏远 他的公司曾有不少员工自K 甚至有传言说 他碰到谁谁就会死 但小克雷格却不这样认为 他每年都会收到哈里根先生的新笔贺卡 以及一张彩票作为礼物 虽然从未中奖 父亲也与哈里根先生的吝啬 但小克雷格却毫不在意 每周坚持三次 到哈里根的别墅为他念书 一直到他成为一名高中生 也未曾停下 克雷格来到了新的高中 学长告诉他们学生见的规矩 其中包括不要接近穿黑衣服的孝巴肯尼 以及食堂内 大家按使用手机的品牌分类如作 这之中 用苹果手机的附加学生很受欢迎 因此坐在中间位置 听到这话 克雷格满眼都是对使用苹果手机的学生的羡慕 一天的学习生活 让克雷格感到充实 但放学后 他立刻被孝巴肯尼缠住 他威胁着求克雷格给自己擦鞋油 幸亏这时 哈特老师出现 帮克雷格解了围 由于担心打击报复 克雷格没有承认肯尼对自己暴力威胁 因而帮肯尼也解了围 但肯尼丝毫不领情 表示一定会再找克雷格算账 回家后 父亲询问克雷格的高中体验如何 克雷格顺着话头 请求父亲为自己买一部手机 但父亲却认为 此时的克雷格不需要手机 因而拒绝 这天 克雷格在为哈利根先生阅读完毕之后 询问哈利根是否在商业中 遇到过欺负的人 哈利根表示有很多 而他建议做的就是严厉回击 克雷格听闻后 暗暗将哈利根先生的话铭记在心里 圣诞节到了 克雷格再次收到了哈利根先生的贺卡 还有一张彩票 没想到 这张彩票竟然中了3000美元奖金 而父亲送给克雷格的礼物 是一部他梦寐以求的苹果手机 原来 父亲知道克雷格一直对这一部手机心心念念 因此在圣诞节这一天 满足了二次的心愿 接着 父子两人温馨地抱在一起 克雷格拿到手机的第一桶电话 便是打给哈利根先生 告知他彩票中奖的消息 并感谢他赠送给自己彩票 凭借这部苹果手机 克雷格在学校里引得同伴一针羡慕 并成功在食堂 跟富家学生们坐在一起 隔天 克雷格再次为哈利根先生送读书集 结束后 哈利根先生询问克雷格 如今他已经长大 五美元的实心肯定满足不了他的期望 那他为什么这么多年 仍坚持不懈给自己这个老头读书呢 是因为义务吗 而克雷格表示 他很喜欢两人读书的时光 为哈利根先生读书 是自己真心想做的 听吧 哈利根先生一阵感动 回到家 与父亲商量后 克雷格用彩票中的3000美元 为哈利根先生购买了一台同款苹果手机 哈利根先生是一个古板传统的人 并不想将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设备上 因而不想接手 但在克雷格坚持为他演示手机的股票功能后 哈利根先生立刻被迷住了 这可要比华尔街日报方便太多了 于是 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礼物 并当即给自己的秘书打了电话 以后的日子里 克雷格一边为哈利根先生读书 一边教他使用手机语音信箱等各种功能 两人还为彼此设置了代号和专属铃声 这样一来 他们就能清楚地知道 来电是对方打来的了 学校里 小巴肯定就骚扰着克雷格 这让克雷格游行重重 这天 为哈利根先生阅读完毕后 出于好奇 克雷格向哈利根先生询问 他为什么会从城市搬来小镇居住 哈利根告诉他 他喜欢乡下 因为这里没有人会骚扰自己 原来 哈利根是一个不会拒绝别人请求的人 因而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克雷格也说起了 自己想上大学 学习编剧的梦想 哈利根在一旁提出建议 倘若克雷格日后树敌 一定要快速解决敌人 并反常地要克雷格保证一定要这样做 在克雷格保证之后 他才放心地让克雷格离去 夜幕降临 克雷格用手机给哈利根先生发了一条短信 表达自己为哈利根先生读书的荣幸 但没想到 当克雷格再次为哈利根读书时 却发现他已经死去多时 他手里的手机 还显示着没来得及播出的电话 那正是克雷格的号码 别说到管家今天没有来上班 克雷格为哈利根先生联系了救护车 又拿走了哈利根的手机 并在悲伤中 为哈利根先生念完了最后一个故事 哈利根先生的过失让克雷格心如刀割 临睡前 他又给哈利根先生发了一条短信 表示会怀念他们一起度过的午后 虽然两部手机此时都在自己手上 但克雷格仍旧无比希望哈利根先生 能够受到自己的思念 于是 在哈利根先生的悼念会后 克雷格将手机偷偷放在了哈利根先生的棺果中 让他随着一起下葬 葬礼节疏忽不久 克雷格收到了哈利根老人在临终两个月前写下 并委托财务转交给他的信 信里说 哈利根将80万美元存到了克雷格的信托基金中 这笔钱足以让克雷格完成自己的编剧梦想 这封信本承载了哈利根先生对克雷格最无私的爱 但信中的最后一句话却让克雷格毛骨悚然 这句话是 我也会怀念我们一起度过的午后 这居然是克雷格给去说的哈利根发送的短信内容 可这封信明明写于哈利根临终前 难道只是巧合吗 深夜 克雷格辗转反侧 他尝试拨通哈利根先生的电话 结果转到了语音信箱 克雷格留言 很感激哈利根寄予的基金 但克雷格更愿意用他们换他的生命 没想到第二天 克雷格醒来后 竟然发现了来自哈利根手机的回信 但短信内容却是 CCCAA 令人疑惑不解 克雷格赶忙找到父亲 还能棺材里的哈利根还活着 这条短信就是最好的求助证明 但父亲却不以为然 认为是有人黑进了哈利根的手机捉弄儿子罢了 但克雷格辩称 CCC是自己名字的首字母 倘若真的是黑客要捉弄自己 为什么要发CCCAA这种意义不明的短信 而不是直接装成哈利根向自己求救呢 没办法 父亲只能让儿子先冷静下来 接着告诉他 哈利根的尸体经过解剖 确实是死于心脏病 不可能存在还活着的情况 听门这话 失落的克雷格来到哈利根先生的墓地 拨打了哈利根的电话 没想到下一刻 他竟然在墓地底下听到了那段传来的专属铃声 这说明 手机却是完好无损地埋在坟墓中 那么 给自己发短信的 真的如父亲所说是黑客吗 带着疑问 克雷格找到了哈利根先生的管家 希望了解更多关于哈利根先生的过去 管家评价哈利根先生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 但却不能容忍别人跟他作对 曾经哈利根抓到自己的盐丁偷窃 因此开除了他 并要求盐丁道歉 但盐丁拒绝道歉 导致下场很惨 至于结果具体如何 管家并没有明说 学校里 由于受到哈利根临终前寄予的资金支持 克雷格更加专注于学业 学习刻苦认真 他非常喜欢女老师哈特的生物科 而哈特老师也非常器重克雷格 两人成为一师一游的伙伴 不久后 肖巴肯尼因为出售非法物品而被学校开除 他认为一定是克雷格举报自己 因而怀恨在心 期末的舞会上 肖巴肯尼偷袭了克雷格 将他拉出屋外对峙 克雷格记起哈利根先生的教导 因而率先勇敢地一拳打在肯尼脸上 但没想到的是肯尼怒火中烧 下一瞬就打得克雷格 丝毫没有招架之力倒在地上 拧走时 他也不忘威胁克雷格 不许把被误打的事告诉别人 克雷走后 哈特老师赶到 救下克雷格 办公室内 哈特老师先联系了克雷格的父亲 又关切地问克雷格 是不是肯尼把他打成这样的 但克雷格担心被报复 因此选择把被肯尼尔打的事情掩盖了下来 哈特老师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但无奈克雷格 也只是选择默默接手 安稳度过高中 在处理伤口时 克雷格与哈特老师闲聊起来 在过程中 他闻到老师身上有一股奇特的香味 而哈特老师也只是回答 自己尝有某个品牌的肥皂罢了 跟父亲回到家 克雷格拿起手机 把自己的遭遇倾诉给了哈利根先生 似乎只有跟趋势的人说这件事 他才不必担心被肯尼打击报复 但没想到 第二天清早 克雷格就收到了肯尼死亡的消息 死因只是简简单单被描述为意外事故 为此 克雷格怀疑 是自己打给哈利根先生的电话起了作用 于是放学后 他便来到了管家所说的园丁住的地方 想通过园丁了解哈利根先生 这里人烟稀少 破败不堪 克雷格从别人口中了解到 哈利根解雇园丁之后 便立刻照高了整个行业 因此原定找不到工作 早就在车库里自我了结了 克雷格无功而返 在家里 他再次通过电话 询问哈利根先生 肯尼的死是否与他有关 如果是的话 请敲三下墙 等了很久 克雷格也没有得到回应 正当克雷格以为自己思虑过多的时候 手机竟然响起哈利根先生的专属铃声 这次 他竟然再次收到了哈利根手机发来的短信 内容依旧令人不解 黄昏时 克雷格找到了神父倾诉 并得知了小霸肯尼发生意外的细节 原来 肯尼半夜打算从房屋二楼溜出去 却不慎彩空跌落摔死 只是一个意外 但肯尼摔死时的姿势 竟然跟当初克雷格被肯尼打倒在地的姿势出奇的一致 而且嘴里被塞满了鞋油 在克雷格看来 这怎么可能会是意外 他意识到 自己打给哈利根先生的电话真的起了作用 或许 就是哈利根先生的亡灵杀死了肯尼 于是 为了摆脱这个阴影 克雷格购买了一部新手机 并将旧手机的数据导入其中 此时 在用新手机拨打哈利根的电话 结果是呼叫失败 似乎只有旧手机曾联系到哈利根 克雷格松了一口气 缠绕着自己的梦魇似乎到此为止了 克雷格想要将旧手机扔掉 但又不忍心就这样 销毁曾经的回忆 于是将它藏在了衣柜里 多年后 克雷格高中毕业 成功被电影大学录取 为了自己的梦想 他更加努力学习 希望不辜负哈利根先生的希望 但不久后 他又受到一个噩耗 自己曾经能使哈特老师 因为意外车祸死亡了 而造成这场悲剧的肇事者 仅仅被判罚了六个月的戒酒收容 这明显是不公正的审判 为此克雷格怒火中烧 他开车冲回家 再次打开了内部 能与哈利根先生联系的苹果手机 拨通电话后 他直接了当地表示 想要肇事者死掉 但这之后 克雷格就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巨大的负罪感 让他再也无法专心学习 每日都在关注着凶杀案的发生 果不其然 几天后 克雷格得知肇事者死了 而且死发诡异 他竟然是因为生吞肥皂而被噎死 而那块肥皂的品牌 正是哈特老师喜欢用的牌子 他留下的遗书也只有一句歌词 那恰好出自哈利根先生最爱的歌曲 很显然 这一次又是打给哈利根先生的电话起了作用 而克雷格因为成为了一个 不为人知的杀人犯而崩溃地打哭 影片的最后 克雷格回到了哈利根先生的别墅 打开那个曾不被允许进入的屋子 那个屋子里其实并没有恐怖的秘密 只是堆满了曾在哈利根先生回忆的照片 原来 哈利根先生跟克雷格有着十分类似的生识 这是他为什么会选择克雷格作为自己疏童的原因 后来 克雷格收到了一条来自哈利根先生的短信 内容是CCCST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 克雷格这次参透了这套短信的含义 ST即STOP 这是哈利根先生的劝自己助手 免得最终伤害自己 于是 克雷格犹豫再生 还是将手机彻底抛弃在湖里 同时 经历由哈利根先生的手机引发的一系列诡异事件之后 他不希望自己下葬时 关锅里被塞进任何一部手机 故事到此结束 电影改编自现代惊悚小说大师斯蒂芬金的同名小说 虽然分类为恐怖悬疑 却并不是一部简单的恐怖电影 纵观全片 整个故事中没有一个血腥暴力的镜头 但却时时刻刻透露着诡异 与之相伴的 则是男主的成长 和忘年之交的深厚感情 让人感到诡异中 也散发着温暖的气息 这恰如史蒂芬金的尸体 同样是一部围绕着男孩们的成长 但透露着小恐怖的温馨作品 仿佛作者在告诫男孩们 千万不要堕落进行星色色的诱惑力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UG网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